大家好,我是剪辑师 看一下东京跟叶峰这场比赛 目前比分7比4 规则是东京无规则 但是他到8分之后 叶峰也就可以使用风8了 还有一分 这就是看他在到8之前能累积多少优势 毕竟如果同等规则下 他是没有机会的 后台风房抓到了 鬼不抓 使风8这个鬼不抓 非常的容易 因为他正常走路的速度就跟 八神鬼不一样了 再加上鬼不 感觉就像瞬移过去一样 规控抓 叶峰没想过 最终判定给了风8 关角落 还有两项 差不多 百合折 帅 好了 两个人来到了同一期保线 这个不是比分的同一期保线 是这个规则的 那就完了 不妨抓 掏一下五连打晕 好了 先来看一下这边 莉安娜跟八神 怎么上了先让一套 这么讲究 有契也走了一个禁碎葵花 直接裸杀 所以说是他走正常八神鬼不抓 都不用走鬼不走过去就够了 八神跟玛丽直接打晕了 哎 这是干什么 没出气 想接八之女 是吧 应该是这样 上 特瑞了 准备摸个奖 撞一下就赢 关键之后 风8差好多 你看他 我特意多 录了一局 录了一局 他赢的 这 这风8其实很猛的 结果遇到了同等战斗力的角色 瞬间就没了 风8已经足够猛了 其实他还不够猛 蹦得真远 踩一下 波儿不够 乱动 打晕 带走 这都三局过去了 才用了两分半 这就有点太快了 完 又晕了 他这风8好像都没还过手的样子 这 什么玩意儿 碰到就晕 谁带必杀 把气用掉 就竖起来 拆备了 哎 哪吓 终于可以看一下他的其他角色了 口哨吹的不错 骗到了 算了 这就没戏了 还行 那局耗时一分钟 算是最久的一局了 完了 碰到就走 碰到就走 所以说风八这个角色为啥要进风八 不进他怎么玩 这角色太电台了 战胜仙八只女儿 正好谁倒出去玩 还有无敌波呢 你说啊 这会离谱啊 你看同一起跑剑 比分一来到同一起跑剑了 再穿一脚晕了 下必抓 回步 太糟了 这风八的实力差太多了 完了 六下 通发是六下等 哎 修手法了 是不是啊 修手法失败 机会来了 再摸到一下就带走了 他已经开始反抗了 你看到没有 哎 不是 这谁喝还没调选呢 哎我 算了 最后一局 这六年 六分钟 见到叶红两次千贺 没有见到过玛丽 下来 走吧 走吧 好不好 出队 别条 别条 一触 这个 我